更多日子 晚安 言之今 假如這次要 crashed 夢怪奇 翻譯 各位女子 各位先知 非常歡迎大家粗縫 來到 macbook 時光 今天參加我們遇見科學講座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中央大學工學院的 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施聖陽教授 施教授他本身是航太工業 念的是航太工業 他在航太工業念的時候 就做了很多的燃燒方面推進的研究 後來他就在畢業後去了雯士頓大學 在那邊做了兩年半的Pulstar 之後就被我們的中央大學基研系 往國邀請到台灣 在2000年的時候去了San Diego大學 在那邊他參加了他們的 他就訪問了那個San Diego大學裡面 這個能源研究中心 之後回來台灣 他就在工學院的研究中心當主任 在推動新的能源 今天他就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後面50年 我們今天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 氣油馬上變成36塊錢一公升 各位我們後面十年後 二十年後還又不用氣油 我們就請施教授幫我們解說一下指導筆記 看看說後面的人員跟環保 到底對我們這個世界 對我們的環境怎麼樣影響 好 我們歡迎施教授 非常謝謝藝副院長的介紹 等一下 我先save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品牌馬起來一下 今天很不好意思 就是 這個未來50年 這個題目很大 那有很多其實是還沒有解答 所以就畫了很多的問號在那裡 所以到底人員 這個要何去何從人類怎麼樣 那基本上我想我們就節省時間 然後開始了 那再次的感謝這個義副院長這個介紹 那我想今天我們面臨到的人員跟環境的問題 這是全世界的 那麼我們這一個 其實我的題目其實是參考這個Professor Smellin 那麼他事實上已經在2005年不幸過世 那麼他是我們那個奈米球 那未來的就是以後就變成奈米炭火 的發現者之一 他是1996年諾貝爾化學的德主 他事實上聽說他學生說 他這個晚上2點的時候才找得到他命 所以他這個非常Energetic工作狂 那麼他那時候在Rise University曾經給過一個演講 就是人類未來50年的十大問題 那麼其中第一個就是人員的問題 當然水跟食物事實上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好像就是說這些水空氣食物 好像就是一個天生下來我們就會有人 然後這個像人員以前也是這樣 但是這些東西在戰亂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況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深刻影響每一個人 因為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事實上是無法生存的 那再來就是環境 那當然還有貧窮還有這個戰爭還有這個奇病 以及教育還有這個民主以及人口 那麼所以我想這個十大問題 其實就真的只有十個 當然絕對不止 但是就是說今天也沒辦法 一一的cover所有十大問題 但是我會針對四個部分 一個人員環境還有這個人口 因為人口其實是最重要的開始的 因為每一個人基本的生存 那麼他就需要有這個人員 那他生活的方式深刻影響到我們的環境 那麼最後要解決的 似乎還是要從我們的教育來這個思考跟籌劃 好 那以上我就開始這個針對所謂的人類 對未來50年的社交問題人員環境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兩個問號 這邊又有兩個問號 這邊有一個問號 這邊有三個問號 所以基本上今天可能沒有辦法得到這個結果 就是說我們的Solution 有一個通學的解答 但是我們可以去來這個共襄盛舉的來思考 那有一些目前的對策 我來介紹 那麼這個從台灣到全世界 那麼從人口 從我們的歷史 所以我將會首先回顧我們的歷史 那當然最早可能就是我們天文的這個 從宇宙大爆炸開始 那麼生物的形成 太陽系的形成 生物的形成 地球 然後再來我們人類 然後到達我們今天 那發生了什麼事情 目前的全球軟化的問題 它是真的嗎 有沒有證據 那麼永續發展是什麼 影響的層面怎麼樣 那目前全世界的 包括台灣的對策是什麼 那麼能夠解決問題嗎 然後再來可能我就談一個 有關一些教育或者是心靈改革 因為要改變我們自己 才有可能去改變這個環境 才有可能去改變這個地球 讓它能夠有這一個自我調適的地球的機制 不要再被破壞 所以基本上才有可能永續的發展 那我在這邊再次謝謝這個主辦單位 送給我一個這個美麗的這個茶杯 不過我自己有準備選一個是這個 然後中國時報也是第一次來的 非常的壯觀 然後更謝謝這一個觀眾 那麼據我所知主辦單位 有準備了一些這個獎品 然後透露一下我自己也準備了一些 我實驗室的獎品 搞不好等不好可以這個 我是有一個T恤 有一個T恤 就是我實驗室 學生穿的 我自己也穿 不過那個是 就是要有獎真大 也就是說待會永遠的提問 然後這個 我們易老師決定看要不要給獎品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這個 我這樣不拿麥克風不知道聽得到聽不到嗎 可以 所以我就不拿到 我現在就開始這個 我現在開始這個 所以我就簡單的開始 這是開始 然後一秒鐘就已經到這裡 然後現在是現戰 所以宇宙在擴展 然後這些原子這些中子這些形成 太陽系的形成 所以大爆炸的理論我想 易老師還有很多天文系的 像我們這個葉劉軒副校長 他比我更清楚 之前他也講過 所以我想就從這邊開始 大爆炸開始 人類使用能源的巨大的改變 我們可以看到在大約是 聽聞學家告訴我們說 大約在137億年前 或是136億年前 然後這個大爆炸的理論開始 大約在46億 當然這個是一個很大的number 那這個太陽系誕生了 然後這邊生物開始形成 然後到達我們這個所謂的原人 那麼這個大概也是這個500萬年前 然後大概這個300萬年前的時候 開始這一個一系列 甚至這個20萬年前的北京原人 那麼真正的到農業社會的話 也大概是這個13000年 所以13000年比上136億當然是一個 就是說如果以24小時來看的話 你可能是只有幾秒鐘的時間而已 那麼所以從宇宙史 人類進化史 人類文明史 可能在這個時候 這個只是為了生存 他每天活著就是要來生存 他沒有電 那麼他必須要去找食物 那麼在海界這個農業社會 這個開始有一些獵物做了一些工具 他要想辦法生存 然後開始能夠定居 然後到了我們這個250年的時候 這個1780年這個蒸汽機的發明 然後這個開始大規模 這個輪船鑽上蒸汽機 就變成燃料之龍 然後就開始大規模的遷移 然後再來1860年內南基的發現 那麼這一個就開始這個汽車 然後火車各方面的開始進步 然後最後不久 這個飛機又征服了天空 所以我們在300年來這個產業革命 造成這個人人巨大的改變 使得我們的地球承受非常重大的一個 一個Loading 這個Impact 衝擊 那麼古代的使用的話 我們主要是水力風力 人力壽力 然後比如說我們那個時候這個皇帝 有8P嘛 8P嘛 那個就很壯觀 結果我們現在這個引擎是130P馬力 所以就有130P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演變 那我們必須要知道就是說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會造成今天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這個歷史很重要 所以我想我們來回顧一下歷史 我們一起來回顧 那所以現在的人員主要是化石人員 就是指煤 石油 天然氣 那麼主要用來發電 像我們這些機載電力 那麼台灣大概是佔整個人員的47% 全世界的平均大概是40%左右 所以用在電 然後另外還有交通 運輸載具 然後還有這個家庭用的一些 然後商業用的工業 然後構成我們整個的能源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地球 這是Apollo 這一個17 這個衛星 那麼地球有多大 其實它還蠻大的 那個地球繞一圈的話 比較簡單的 就是公字的由來 我不知道你知道 公字 不知道 公字的由來知道嗎 不知道 公字就是公子那些 對不對 當然還有英字 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起 OK 英字聽說是英國的國王 然後Richard 他用他自己的 從這裡 就是用他的腳 後來我發現就是說 腳 我們人的腳 大概是從我們這一節到這一節 你去量 幾乎都一樣 幾乎都一樣 所以他一英子是這樣定義出來的 他的腳 用他的size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 英國的侍從是誰 法國 答對 對不起 那 法國就非常非常超級不爽 這個英國 這個爛制度 怎麼可以用他那個 國王的腳去定這個 當然現在沒有英國人在這裡 那 所以說他們就真的集合了 大概200多年前 集合了兩組科學家 一個在北一個在南 在法國 然後就觀察星星月亮 星塵 他真的就是弄出了一個公制的制度 他定那個經緯 那個從那個 自道到北極是一萬公里 所以你大概就是知道 就是說 繞地球一圈 如果地球是圓的 他很接近圓的 那繞一圈就是乘以十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四個部分 就是四萬公里 四萬公里 所以地球事實上是有四萬公里 四萬公里 你到繞一圈的話 那麼他的這個平均半徑 大概有這個6372公里 土地的面積有這麼多 大概佔30% 水覆蓋面積大概佔70%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地球 它有分著超級的層次 一個是地球 就是我們的腳下的泥土 它大概是從這個七八公里 十公里到這個最後大概到六十幾公里 然後接下來的是上地盤下地盤 這邊有很多空空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核心的部分 核心的部分是鐵跟鑣 那麼當然這邊是因為壓力很大 所以它是悟性的 然後這個溫度也很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同學跟長輩跟這個女士先生們 這個大概就是 這一次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的地球的資源 我們像火山的爆發 我們地殼的變動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的 像這個颱風 颶風怎麼去預測 這個也還不知道 生命的形成是怎樣 這個也還不知道 地震也沒辦法預測 所以我們有很多東西還不知道 那麼但是就是說這個鐵捏這個核心 所以地球在自轉的時候 它可以形成一個磁場 這個磁場就保護著這個宇宙的設計 讓它要不然我們可能都活不了 可能只有某些特殊的蟑螂可以活 所以就在這樣子 非常生命存在的偶然性 那麼生物非常的脆弱 在宇宙的存在非常偶然 正好地球就在太陽系 因為太陽系 事實上當然太陽系是知道 沒有任何的生物 應該目前就地球 當然宇宙真的很大 好多好多的太陽系 你是不是還有這個還不知道 是不是有其他的生物 這個外星人 那麼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地球 剛好在太陽系可居住的地帶 那麼這個陽光有月球穩定 這個我們的地球 然後再來就是有磁場 剛剛講的 然後我們形成的這個空氣跟水 空氣當然就是氮跟氧 那麼還有碳氫 碳氫就是我們的石油 剛剛講的現在要36塊 我不曉得是不是 那有大氣層 它只有大概0.2%的厚度 所以你先想看 0.2%的話 乘以這個6000多的話 大概120公里而已 所以120公里開玩笑 我們眼睛這樣看過去 大概看3公里就很不錯了 但是那個大氣人其實是勃勃的一場 對地球本身而言 所以基本上生命存在是蠻偶然的 所以我們這個物理條件剛好適合生長 如果這個條件改變的話 那麼可能帶來的是生命的滅絕 尤其是我們人類 基本上這個基本上是Dominate 就是主導這個整個地球 所以很多的其他的生物 當然台灣的生物多樣化其實是蠻獨特的 尤其是台灣這個生物多樣化的層次是 局勢屬目的 也就是說海洋的生物 它基本上全世界十分之一的生物 都可以在台灣這邊來找到 所以然後因為菲律賓板塊 我們這個四百萬六百多萬錢出來 所以很多的這一個動植物生態 這個是 所以我們基本上也會知道 因為我們的開發 我們的就一直開發能定勝天 所以很多的生物基本上 正以這個空前的速度在絕跡 這就是滅絕了 那麼所以這個就會最後人類 這個威脅到我們的永續的發展 那再來我們來回顧一下 這個從社會需求的改變來看 社會需求的改變來看 百萬年前十五 這一個是我們最主要的 那麼這一個十萬年前的時候 然後我想原人的時代的時候 這個大火石 它發現火火就已經很高興了 後期製造簡單的工具 主要就是來採集 那麼原始作物時期 那麼開始來開始定居 那麼這個大概也是一萬多年前 那麼所以有些野生動物就把它馴服 然後加以食用 然後慢慢的就是settle 慢慢的來定居 形成一個小部落 再來一個村落 那麼這一個是都市的前生 那約兩百年前的時候 就是開始工業化 工業化的時期 那工業化的時期 基本上就是我講的蒸汽機的發現 那麼還有內洋機 那這個時代是難逐希望跟我們陌生 科技的發展運輸載具 開始發展大規模的人口移動 那麼歐洲到美洲 那麼等等 那大規模的採集天然資源 人員資源似乎是垂首可折的 因為一百年前的時候 開始這個現代化 那麼資訊通訊開始發展 流聲機 電話 收音機 運輸載具 這個是追求繁榮的時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簡單的示意圖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蒸汽機的發明 那麼大規模的燈口移動 大規模的燈口移動 蒸汽的火車 那麼 所以伊根斯的小說那時候 這一個在描述 在描述這個農村的紙巨島 倫敦看到一根煙囪黑煙 他是很高興的 然後鼻子黑黑的這個表示是什麼樣 這個可以賺錢的地方 進步的象徵 但是到了今天社會需求的改變 如果再看到一根煙囪 不要在我家後面 所以整個完全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這個發展這個非常迅速 然後整個的價值觀 電話的普及 假設說有10億人口 現在我們的人口大約是65億 那麼我學生是說現在好像美國人 這個調查局 這個是說66億 那麼10億人使用的話 大概要經過90年 大概經過90年 然後留聲機的話 這個收音機的話 約45億 電視機的話 大概是15億 然後10億的人口來用 其實我大概給各位同學 對不起我一直在講同學 這個只有部分同學 大概給各位一個idea 就是一個粗略的概念 就是說全世界的人口66億 大約有大約是25億左右 他是過著這個沒有電沒有水 所以基本上有將近40% 39% 40% 那其實這批人是最環保的 真的他們是最環保的 我們或美國 或者是一般的這些 比較前進的所謂 這個經濟已開發的國家 那麼到底 當然我們比他舒適很多 很多的程度方面 但是以快樂而言 我覺得不是很清楚 當然我個人是還滿快樂的 不過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我們也產生了很多的病 很多的內容 那這個 所以說這個世界是 其實是相當的不公平 有些人用了這個全世界平均 一個人人員平均 假設全世界的人口66 我們把所有世界用的人員 這個煤、石油 全部加起來處理這個人口 每個人可以用多少 那麼這個分類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知道就是說 現代化的時期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在像以前這樣 要15年、40年、90年才去推一個東西 我們的這個手機 我記得剛開始的時候 這一個手機那個大 黑金剛一直很大的 這個我想搞不好你們不知道 本來剛開始的手機是黑金剛一直很大的 那麼還可以當武器那個大人 這個防衛武器 現在是薄薄的 很薄很薄 然後越做越小 然後這個還把它這個 就是說穿牛仔褲 然後變成看style 對不對 然後有一點身分、品質、價格 所以現在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現在的這一個 比如說我們的這一個電腦跟手機 它10億人用的大概就是已經少於10年了 網路大概是已經少於5年了 一下子就普及到10億、20億人了 那當然這一個整個的這一個 我們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還有就是說讓你購買一個 像LV皮包 它一個這個從3、4萬開始 那真正會用那個LV皮包的人 他絕對不想用那個架貨 聽說在這個大陸可能也有幾千塊的冒品還是什麼 但是就是說它這個變成是一個什麼 一個創造出來的一個價值 或者是一個神問貨 所以現在已經就是說 我們不僅是用這個滿足希望、夢想而已 我們甚至還追求這個奢華 追求奢華 所以未來的感人的人原危機 世界貧窮的問題 所以人類的心靈必須要從這邊去思考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社會的發展 我們在這個1781年這個時代 只有5億人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1820年 大約要200年的時候才變成10億 但是大概100多年的時候已經變到了20億 然後在30億的時候 事實上是經過大概33年 那接下來的這個是以這個exponential的再增加 那我們現在這邊看的話 我們把這個bop這個一條一條的這個 然後這個是以億為單位的 所以增加的幅度 雖然到了這個1980年代它開始往下滑 但是這個隨著平均年齡的增加 然後它又增加了 它還是增加的 這只是增加的幅度沒那麼多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2008年 我們大概是6億左右 預期到了這個2025年20年的時候 它可能會超過這個80億 那剛剛已經說過就是說 當然你如果身在貧窮的國家 或者是人員使用很小的國家 他們也有這個渴望去過像台灣的生活 去過像美國人的生活 當然如果過歐洲人的生活 那全世界的人員可能要好幾倍好幾倍 如果要再過美國人的生活的話 那可能搞不好要這個六七倍以上 所以基本上真的就是我們的人員是有一天會用 而且是這個可以意見的 就是我們會不夠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這個衛星地球夜景組合的照片 這個是美國Physics Today在2020年所造的 那麼但是現在印度可能更亮 這個中國這邊可能會更多 那台灣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燈光的這個就是晚上衛星照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燈光的密度跟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是成一個比例 你看非洲這裡空空道大 它有這個十幾%的世界人口 但是為什麼它全部都暗漫了 所以當然這個奈希利亞他們的產在這邊 最近也是動亂的 然後這個也是石油上漲的原因之一 那麼日本 然後中國的這個銀岸 當然他們的這個中西部 那麼歐洲 那澳洲 這個澳洲因為人很少 澳洲人很少 澳洲這個人非常少 所以它比較 但是它自然是有很多 所以我們古時候的時候這個沒有電 那麼當然大部分的也很難看到這麼亮 因為你如果是只有蠟燭而已 那個是看不到的 那個是看不到的 你必須要有像這個路燈然後一盤這樣 那這樣才有可能看得到 從那個衛星上面看得到 那最主要的是人緣資源的爭奪 事實上是國際紛爭的主因 那我們現在再開始像講故事一樣 我們來看看就是這個 這個先從 因為像今天的照明 我們的這個電 來自這個我們的火力電 70% 如果是以電的話 那水利大概只剩下這個比較少 然後再來這個10%也是這個核冷的電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回顧歷史 點燃事件 今天點亮跟點燃這個事件 依賴很多的原料 像剛開始的梅幼然後原油天然氣 那麼但是在這個我想介紹就是 一百六十幾年前的時候 世界上最主要的 那時候還沒有電 大規模的電的時候 最主要是用金牛來做蠟燭 當然蠟燭有一陣 當然這個是屬於歐洲比較有錢的 那麼一般的這個動物 它的這個油脂然後你就去把它燃燒 但是那個有臭味 金魚的話 金魚的話 它這個就是燃燒的這個品質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支抹香精 那個時候 事實上抹香精的腦部 它的這個不僅是造型的亮度最好 而且它有分特殊的分光 所以那個是蠟燭的極品 那個時候 那所以說你如果晚上的時候 沒事做的時候 點一根這個抹香精做的蠟燭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寫一點東西 桌子然後你就可以這個盤天啊 或是什麼 那是一個當時有一個奢子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金油做的這個燈 這個燈 那所以說那時候苦金不僅是一種音樂而已 而且是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去點燃這個世界的金油 那麼這個最早是美洲這個印第安人 他們在這個長島跟雪梨角在美國那邊 所以他們就是把這個出海的時候 看到金魚的時候他們出去 然後嘗試如果他們運氣好的話 他們可以用魚叉 然後把金魚就這樣子捕獵魚 然後綁在這個船的這個六人小船的旁邊 然後等吹槽的時候 然後再想辦法把它拖上來 然後就在岸邊就有像這樣子的這個金油的提煉魚 所以我想這個製造蠟燭就是人類最重要的人員之一 蠟燭的商品曾經重要到 使英國的國會在1709年的時候 通過了稅法禁止未過授錢的這個廠商製造蠟燭 就好像是現在我們的這個汽油稅 燃料稅一樣 這是國家要收的 你不能夠私自去賣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不久 這個最後一盞金魚燈了 這個金業的沒落 起源是因為這個加拿大這個傑森 從立心中他露出的這個煤油 就是我們所謂的closure 這個煤油的話 它是很便宜的造品的燃料 然後它的黑布大概就跟金油差不多 但是它非常的便宜 當然它的氣味不如金油 所以基本上沒有真的發現 使得這個金油就是補金的這個行業 很快的就怎麼樣 很快的就沒落 很快的就沒落 那沒有這個 因為便宜到很多貌的錢 所以我們基本上好像就是說 在那個時代 我們取得便宜乾淨的人員 似乎是我們與生計來的權利 因為那個時候多到你隨便都有 像石油也曾經便宜到這個十幾塊一桶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知道就是說 從這個金油換到這個煤油 所以說從歷史我們大概可以了解 當你有一個這個從這個金油換到煤油 然後這個煤又換到了石油 那今天我們的石油 有其他的燃料可以換嗎 目前當然有很多再生人員 何人或者是這些正在研究中的親人這些東西 但是從過去的歷史 我們可以知道 當這個轉變要發生的時候 我們知道除了科技以外 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說 這個東西要方便 而且要便宜 而且品質要穩定 同學大家應該有聽過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就是太貴 成本太高 目前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它壽命不穩定 品質不穩定 壽命太多 像我們一般的鋼筋水泥 是這個十年左右的壽命 當然我們現在台灣 這個七十六歲左右 一個任何 內燃機的引擎 像我們的汽車 通常內燃機好好保養的話 這個十五年沒有問題 當然有一些像Benz 它做的特別好的 老師 人士 它有古董車的 更是五十年 六十年的 所以每個東西都有壽命 所以當全新的人員要轉變的時候 這個方便性還有經濟的競爭 每個人要買得起 你太貴最後買不起也不行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一定的品質 你要壽命能夠達到 你如果燃料電池 一年那就可能一年不到 就有問題出問題 然後你又那麼問 所以這個是沒辦法可以寫的 所以除了科技雖然可以做到 但是還要符合後面的 這是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到了 我們最關心的 油價要漲 現在聽說是130千塊 那當然現在因為 這個其實是很複雜 因為油價所以漲 當然這個除了油國 因為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一個政治的早舊式 就是說油價本身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從1860年 增濟期的發明到現在 你可以看到幾乎油價的上漲 都跟政經就是很重要的這個 像這個伊朗、伊拉克戰爭 第一次石油危機、第二次石油危機 那個時候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時候 沙烏地、阿羅 那時候這個故事 我好像有帶兩本書 那個是不是可以給我那兩本書 如果各位有那個想要對石油了解的話 這個好像也是忠實 是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是我學生送我的一本書 然後他要走的時候 這個是石油世紀 那等一下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我這邊看 如果看完這本書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 他從這個最早發現石油的歷史開始 你就整個人類的歷史 跟這個石油息息相關 權力的鬥爭、戰爭 你想想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德國為什麼要用那個高枷鎖 那個惡國那邊 最主要就是要搶油油 那事實上德國的化學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所以他們幾乎十五層樓高 他們用很多不同化學 去提煉出他們的航空用油 不過那個太大了 一下子就被猛進封炸了 所以他們那個羅梅爾在北飛的時候 他們就是戰車沒有油 所以最後打敗戰 潛艇還有這個航空 所以基本上你沒有油之後 我們所有的現在如果沒有汽油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就是我們汽車什麼 尤其是飛機都不用飛了 所以基本上石油它有很深的那個 看了那一本之後 大概就會有一個概念 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這麼困難去尋找 尋找替代品的時候這麼會 那麼當然現在以前的預測 都是盡量能夠回歸 當然這個經濟是 目前他們當然就是希望能夠回歸到這邊 但是似乎沒有達到這個預期的效果 那麼這邊的話是跟那個2004年的幣值 因為現在美元貶值 然後還有就是它把它這個 大概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時候 它就成立那個期貨 All year fortune Future 就變成就是說它是一個可以去炒作的東西 所以現在的油果都是轉翻的 然後這個據說沙烏地阿拉伯這個 提煉一桶油的話 它的這個成本就是這個 可能不超過十塊美金 可能不超過十塊美金 當然他們那個是噴油井 他們很容易挖 很容易挖 現在指的油沒有 是指那個所謂他們叫做 Sweet light oil 就是油含量很少的 像西德州的原油 它其實產量很少 只剩世界大概五六個性 但是就是說它的品質很好 大家就以它來計價 或者是北海的布蘭特的原油 其實我們台灣事實上亞洲溢價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亞洲溢價就是說歐美向中東買了油 比亞洲是便宜大約一塊兩斤的 當然這個我想今天的重點不在這裡 反正重點就是說石油 它真的就是影響我們非常的巨大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西德州的這個終極原油 它的流含量很少 所以它體驗出來的那個氣油 就會非常多 那我們指的是這個東西沒有 其實我們的油業鹽還有很多的鎂子的含量量多的這些 事實上是還以為 但是總有一天會用 總有一天 所以我們現在的輸油管 我們的這個煉油廠 大部分都是針對這個清田 Sweet light oil 這個比較好的級的這個油 在做提煉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一路這樣子飆漲上來 一路飆漲上來 今天已經到達130幾塊 130幾塊 那當然很大的一部分 可能跟美國供伊拉克 結果沒想到伊拉克這個還在動亂 伊拉克可能是比沙烏地阿拉伯春油來更多 比以前知道它的歷史 大概就是說 我們說石油再用40年 這是怎麼算的 就是把世界油國還有這個公司 所探討出來的儲存的量 然後儲上 我們現在大概一天已經這個 就是一秒鐘大約接近1000頭 那當然未來可以再下降 所以等於就是說 我們像奧運的那個游泳池 50公尺的 那麼一天的話 這個大概是 大概一個游泳池的油 大概我們是15秒就用掉一個 15秒 所以大約是5500的這張游泳池 所以你看看那個很大量 所以我們基本上用的原油 大概已經接近8萬6千這個桶 那麼它的這個提面跟這個其實就已經就是非常接近 所以只要有耐吉利亞或是其他颶風 把石油設施在 以前都還有150萬桶的這個伸縮 現在沒有 現在很接近 尤其像中國它這個虛油 那麼他們在這個沿岸這個也在除油 然後這個印度 這些新興的 那這樣更加均 那美元慢慢變質 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講不完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世界人員的消耗 世界人員的消耗 大概這個這個能量單位 我們先不用管它 這個BTU是一個音質的能量單位 法決定就是10的15字方 就是1000兆 那麼基本上這個預測都是在增加的 那最重要這邊這一張投影片 主要來告訴你一件訊息 就是說我們大概從1960年到現在 2000多年人員的消耗增加了三倍 比人口增加 那時候同樣的1960年到2000多年 增加兩倍 人口大概增加兩倍 但是我們的人員比人口增加的速度 還大1.5倍 所以我們的人口如果繼續持續的增加 那麼我們的人員是要乘以1.5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 對不起我因為沒有這個盡量弄 但是很多slides 這個你看到中文的 都是我最近把它翻成中文的 本來都是英文的 然後這個 不過我想大概我解釋一下 這張slides 主要就是現在我們這個只是分區域的 這個有點就是說有些國家 比如說像北美或南美 它出產的跟它釀的 然後只有這個中東 它釀的比較少 它大部分都是出口的 那這個先不管它 我們來看這一個 最主要我們現在所有世界上的人員 90%還是由化石人員 也就是石化人員所提供的 由它佔最重要的45% 然後這個氣體就是天然氣大約是24% 然後煤大概是26% 那麼這個大概就佔了這個94% 那麼我們當然知道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還用40年 然後天然氣說60幾年 那煤說180到200 甚至有更誇張的說800年 當然就是說煤是一個 我們還會就是至少好幾百年 但是它這些化石人料都會產生吸油度 都會產生吸油度 所以我們很快的這一個 來看一下這個美國 剛才的那一張slides 這一張是NASA NASA就是美國太空總數所造的 它大概有這個4.6億 4.6% 也就是它大約有3億多的人 然後占全世界 大概有4.6%的人口 但是它幾乎用掉了四分之一的人力 因為美國這個 通常這個歐洲人在笑美國 說誰比較快樂 美國人這個教授 他有兩輛車 房子很大 有兩輛車 但是他們比較快樂 歐洲人他房子比較小 只有一輛車 這個有時候這個教授在喊天的時候 他們比較環保 但是這個是 所以美國也要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西歐 它大概有這個 西歐的話4億多人 4億多人 大概6.4% 但是現在又加了東歐進 加了一個東歐進 所以它大概人員用15% 所以你看看這個人員在除以這個人口 它大概是世界的5倍到6倍 你看看它大概是世界的3倍左右 那麼中國在這邊它有13億多的人口 那麼佔世界的21% 人員大概是25% 因為最近又增加了 那麼如果世界平均 一來講的話 那麼在非洲的話 事實上它是小於0.4 小於0.4 然後這個美國大約 歐洲大約是3 那當然在台灣的話 可能跟歐洲差不多吧 那這個是日本 這個是韓國 北韓就很少 北韓就很少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人口的統計資料 那麼我們的土地大概就是只有30% 海洋有70%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歐洲 澳洲 Australia 它大概世界人口的0.5%而已 所以它這個3人到4人 大概是從這個1980年 大概是到2008年今天 每公里平方 每公里平方 大概就做4個人而已 所以它可以一個整個廣大的區域都弄太陽人 所以他們再發展太陽人 如果台灣要同樣的面積的話 那我們把全部的台北市 全部人都移出 全部放太陽電子 這樣也不行 人要去哪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蘇聯 蘇聯以前是有東歐這個 然後現在的二朵 所以1980年來本來是13人 現在大概剩下8.3人 所以從6%到2% 那東歐這個加進去的這個歐洲這邊 那麼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美國的話 大概1980是17人 然後慢慢增加 到美公里平方現在大約25人 所以它大概在北美這邊 那非洲的話是21人 然後大概是人口10% 增加到了14%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邊是沒有太大比例 它就是穩定的增加 穩定的增加 那麼亞洲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歐洲 然後包括中共 包括印度 包括中國 那麼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這邊是超過130人的 現在大概佔全世界60% 所以60%的人靠在這一帶 所以這個是人口相當密集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說中東這些政治的因素 當然非洲現在大部分增加它 它的很多是因為戰爭 所以它的平均年齡只有四十幾歲而已 那這個所以它會有很多部落 這個滿可憐的 所以大部分人口增加在非洲島裡 從10%增加到14%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人口的密度 也就是美公里平方 我們來關心一下台灣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2008年是710人 那個是我們2300萬人 約2200多少人 除以我們36000平方公司 那我們就得到714 所以你看到澳洲的話只有四個人 香港的話是6700多人 澳洲是16000多人 因為澳洲就不創 澳門 澳門 對對對 對不起 新加坡有6700多人 那印度的話 那中國因為土地比較大 所以雖然它13.1處還是142 那麼Russia 8.3 然後歐洲大概200多 Franci它是最stable 100 那麼美國33.2 那麼為什麼一直在講人口 因為每一個人有基本生存權 然後它就會用到一定的人員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 要解決世界人員的問題 或環境的問題 這個人口的疫情 人口的問題 絕對是要面對的 那麼台灣的這個化石燃料 包括這個石油煤 還有這個天然氣 2005年98.1都是進口 那現在98.2 這個2000年級的這個資料 所以在於G7 G7就是韓國跟我們比較像 韓國是跟我們比較像 所以只要有這個金運 或是什麼 當然我們自己的儲油 我們是有儲油的 這個最好是六個月 最好是六個月 不過至少三個月 那可能連那個長龍、陽明、海運 的這個油船都算進去 不過Agre 那個但是現在就是說 這一個很很 你的人員安全就非常的危險 只要就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被這個停止的話 那很多的影響層面 就是國家安全 所以這個人員的問題在台灣 其實是更嚴重的 美國只有27% 他已經這樣子 這樣子快那個封掉 他已經這個 國會都已經要授前美國總統 可以去告那個油火了 這個這個蠻奇怪的 然後這個英國跟加拿大是出口的 他們只有 或者是他們的資源是出口的 那最後我這個人口這個 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我再給各位同學 各位觀眾看一下 這個是2008年 然後下面是2020年一個預測 所以我這邊在這邊呼籲一下 這個我們台灣的話 現在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嬰兒非常的少 最好的我們來看一下 像美國是很好的 他這個非常stable 當然藍民比例 像華國比美國更好的 但是好的人口政策 是像這樣直指的 像這樣直指的 那也就是怎麼樣呢 我們的本種是比例 就是說你2300萬人 然後5歲或10歲 5歲一組對不對 0到5歲的佔這個4% 然後這個藍的跟女的各佔4% 這樣子 然後如果在這邊的話 40歲的這個佔這個8% 8% 藍女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是連理 這個垂枝軸是連理 從0到80歲 然後當然這個一條是這個將近5歲 將近5歲 然後下面是比例 下面是比例 所以你把這個 把這個2300萬 然後這個人數除以2300萬 然後這個比例就可以得到 那你就把它畫出來 那通常我們在分析這個人口政策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伊索皮亞 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憐的一個國家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這個 這個超過60歲的就是幾乎沒有人 沒有人超過60幾歲的 OK 那麼都是孤兒 一堆孤兒 所以這個是未開花的國家 它的人口就是這樣 OK 那麼已開花的像這個美國 這個是比較好的 這是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 它的這個 這個人口的這個 所以像日本也跟我一樣 比我們還差 這邊這邊越來越少 大部分的老年化 老年化 那個人口的老 這個人老的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台灣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危機 那當然未來就是說 要解決未來人口問題 你要知道 人員的問題 你要知道說未來人口會怎麼樣 要預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6015歲以下的 這個是高零15歲 然後65歲共作人 也就是說 因為退休了 沒有你退休機 對不對 如果一般公務人員 或者是這個 有理由的話 其實很多人 不只65歲就退休了 所以這個 其實真正的值 可能還要更可怕 因為基本上 可能有的人50歲 或者是就退休了 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比例很重要 2007年經濟會估算 大概有七個工作的人口 就是像我工作 然後養活一個 當然也不是說養活 因為退休機總是政府要 政府的潛從來源 就從稅收 就從你工作的人去那個 所以養一個人 七個對一個 那實際上如果是考慮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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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四十幾歲就退休了 有人五十幾歲 四十幾歲像這個軍中 如果待二十年 他可能十幾歲就去 他可能三四十歲就退休了 那就開始第二春 當然如果有第二春 那這個 這個七比一的這個比例 可能是四個比一個 可能是四個比一個 那到了2050年的時候 當然我可能不在 我可能不在 但是小朋友 小朋友就好辛苦 因為要兩個 一給五個工作 要養活一個 要獨養一個 所以你要很會賺錢 要不然我們 什麼都不用做了 沒有人員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危機 這個是我們的危機 所以有沒有破你的 我這個把它破你的 沒電 OK 好 那我想就是這個 大概就是提一下 第一階段我們就結束了 那我待會可能會講比較快一點 那麼最主要就是 剛才Summer Night 我總結一下 第一個就是人員 當然我們現在把這一個 一直比人口的增加 人員的增加 那經濟的發展一定是 用掉很多的人員 那什麼叫做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它主要就是 在地球的環境 社會的功力 經濟的發展 最主要就是 希望不要損失後代子孫 那個需求的能力 然後不要去超出地球 維生生態的承載力 其實像印第安人類 明州的印第安人 他們就是 祖先就曾經講過這樣 就是地球並非祖先給我們的遺產 而是我們向後代子孫所建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談這個永續發展 我們現在面臨的全球軟化 這個探問 那麼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那當然是真的 真的 那什麼造成的 怎麼來繁殖 那這些都是目前最受到蜀目的 因為它會影響的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 什麼時候真的它真的來了 什麼時候會發生 那這個今天可能就是 藉由這一個就是說 鄭天佐院士曾經到我們中央大學演講過 所以裡面有一些slides 是我向他藉著請教 那還有像這個美國 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現在在美國 他現在回去美國 退休然後休息 那希望 他對人人也是很專心 就是鄭天佐院 中央研究院院士 然後另外我也有請教過 那個就是也邀請過好幾次 林斯頓的一個教授 羅宗進院士 那麼CK Law 他也是這個 這個美國工程院的院士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確實我們全球平均的溫度 在150年來 大約升高了這個 大概0.8度型 0.8度C 那麼這個是世界的一個平均 然後這邊的這個彩色圖 就是他的這個變異器 就是說 就是我們的這個溫度的變化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在製造的時候 可以高達50度C 在北極或南極的時候 他是這個-50度C 所以地球本身的時候 白天晚上的時候 可能就差到了100度C 那你這個0.8度C 其實整個是算什麼 還有就是說 但是這個是平均的 平均的 因為我們現在溫度的量測 比如說溫度計是在16120 這個Sentorian發現的 然後這個1772年 還有這個渡溪的 我們常常是用渡溪的 Assumpson這個絕對溫度 這個所以我們有溫度計 在全世界各地去量 在海洋 在高山 所以做一個平均 那麼另外這個近代的光浦溫度 這個紅外線吸收跟 色光衛星的量測 還有間接的量測就是 冰山跟冰河 這些冰柱的大氣的溫度 那麼我現在就要秀 這個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證據和在 地表溫暖的這個暖化的證據 那麼這邊的話 當然這個是網路上面 也可以用 我們的飛機大概 都是在對流程 零油程這邊 大概12公里 12公里 那麼我們這裡有一些循環 像這個水的循環 浮海 然後上去 淡 那個空氣裡面的淡 淡 那CO2也有個循環 不過這些分析性極質 其實後來才知道就是說 它其實這個半衰期 這個是很久的 就是幾十年到百年 所以我們是累積的效應 一個累積的效應 所以那這邊的話 是一個電泥層 我就不再去仔細的講這個東西 所以溫室效應是什麼 就是說當你 就好像是我們溫室裡面 養殖這個花草或者是水果 我們可以看到太陽進去 我們的大氣層 雖然只有地球的這個0.2% 這個半徑的0.2% 但是這個100多公里的這邊 它會反射 它會這個入射 然後真正的溫室效應器體就是說 你有這一個溫室效應器體 在這邊的時候 它有一些光線它是沒辦法出去 它就會反射回來 造成這個溫室效應 那這些Plank還有這些物理學家 它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說這個可以算 這個可以算 那麼這個我想就是說 其實溫室效應器體 也不是全部不好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溫室效應器體的話 我們地表的溫度可能是 平均出來是負的16度 不是現在的這個正的14度 當然這個是平均 你北極南極制度 然後整個的平均 所以溫室效應器體也不能夠都沒有 都沒有 但是如果太多的時候 你太溫暖的時候 那麼北極南極冰棚的這個融景 海平面的上升 那麼我們大概很多人都住在沿海 靠近沿海100公里的人 大概60%的人口 全世界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看看會造成很大的遷移 物種的滅移 疾病的傳染 然後新細菌的產生 所以這個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最早發現溫室效應器體 可能是這個孫林 在18 事實上將近這個100多年前 然後這個Arminis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化學學學家 它很多的化學反應是 是它第一個提出來 那麼它大概是在1896年 就把它這個定量 定量 那麼這些都是這個輻射的 剛剛看到我們的這個 從這個物理學家 他們用這些公式 然後他們這個平埔 然後他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水的平埔怎麼樣 CO2的 這是CO2的 這個是甲碗 甲碗就是我們所謂的澡氣 然後這個淡氧效氣 N2O這個效氣 這個淡氧化物 然後還有其他的溫室氣體 所以溫室氣體不是只有CO2而已 這就是說CO2它佔的量它最多 那麼所以我們另外一個圖 是這個就是每一個不同的這個印度 這個巴西中國貢獻的這個溫室氣體 全部的溫室氣體貢獻的量 他們做一個統計 那麼所以我們大概知道就是說 直接量測這一個人 這一個很有名的這個 他一輩子就在這個夏威夷的山上 然後用這個大氣層的氣球 一直量測幾十年下來 那現在又繼續的 所以發現就是說這個是 直接在大氣中量測二氧化碳 確實二氧化碳的濃度增加 是增加 那個Freehouse的Gas 大概是在我剛剛講的那一層 那一層 所以這個是聯合國 聯合國的網站 抓下來的一張slice 所以另外還有這個南極 他這個南極大陸 因為他沒有受到任何 就是幾乎沒有污染 幾乎沒有受到人為人 所以他們就往下裝 裝下去 你看這個洞好深好深 然後這個旋轉旋轉 然後把冰柱拿出來 那很厲害 就好像我們的樹木的聯輪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火災 這邊是比較就是 水分比較充足的 它這個比較黑 這個是那個聯合國水分比較少的 那它也是用類似的方法 去量測那個這個冰 然後氣泡裡面的這個氣體 或者是它裡面的氧 氧的同位數氧18 然後用這個物理的方式 它可以滑出像連輪這樣子的 然後如果你再把這個氧的這個18 然後把它處理這個氧色列 這個比例的話 我們就可以預測它的這個溫度的變化 溫度的變化 那因為這邊的大氣的模式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些假設 不過基本上這個是一個什麼 一個確確的證據 在物理的量測上面 而且他們不僅是已經這個 在這邊開查 他們基本上就是把過去已經這個資料 大概已經有八十幾萬年前的資料 那大概有六十五萬年前已經做分析 所以你看看 約八十二萬年的這個資料 然後六十五萬年的數據 所以吸溫度還有這個孝氣 噴度歐還有甲網 以及這些溫室效應器 地表的溫度 然後跟吸溫度的關聯 比如說像這一張 它是在最有名的期刊之一 Nature 這個是跨國人的團隊 有大概十九年 那麼在一九九年的時候 這個是CO2 隨著它做到四十二萬年前 那麼這個是CO2在那個變化 然後地球表面的溫度 地球那時候的溫度的變化 跟CO2這個事實的正相關 所以CO2越多 或者是溫室效應氣體越多 那當然有時候在更早之前的話 或是這個幾百萬年 地球也曾經很冷過 很冷過 那但是從來沒有人 像我們在250年來 用了這麼多的化石燃料 幾乎是這個以前的不知道幾倍 那麼所以我這個就跳過去 這個是不同的那個沒有換成中文的 就不講了 那麼全球軟化所造成的危機 我們大概就是說 在工業 蒸氣機發現前 大約是280ppm ppm就是一百萬份裡面有一份 那個濃度 濃度的一個單位 那麼現在大約是370幾到380左右 那如果他們常常在講所謂的兩倍 兩倍就是以死前的這個兩倍 560 如果到了560 繼續的增加 我們大概就是如果大約預測大概是50年 可能如果像現在這個經濟發展又更快 搞不好更快一點也不一定 但是溫室效應器體其實它是幾十年 然後到100年 所以我們這個什麼時候真正會發生 可能是50年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做什麼事情的話 讓它繼續的發生 發生就來不及了 然後所以當然那個聯合國的他們是希望你都降到460 降到就是說不要超過460 你到460就可能就是很危險的 那當然就是最危險的560 大概還有50年左右會發生 50年我可能不在 但是你們會在 就是你會在 所以我們要為你做點事情 所以如果發生的話 海平面大概增加了2、3度的話 我們講的是一個平均值 平均值不是說那個50度-50 這個是整個平均後的 那麼增加了這個之後 南北極還有高山的冰層 那些龍雪 西馬拉雅山那些冰層可能都沒有 那麼人口一半住在100公尺內 你看看影響有多巨大 那個增加2、3度C 可能就是升高了1.1公尺的海水 海水平面增加 那麼氣候會變化非常的激烈 北極小可能就沒地方住 那生態巨變 那可能就是很多沙漠化 很多沙漠化 那新季季的形成疾病 那最重要的 是不是地球生態系統 自我調節 因為我們有巨大的海洋 我們甚至裡面的這個岩漿 然後這個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有相當程度 可以吸收一些汙染 自我的調適 只要你不要太過分的話 但是現在就是太過分 所以我們如果喪失了地球 那整個地球就會加速的死亡 然後這個人類還有影響的層次就會很大 當然現在講的可能是50年後的 那如果說像他們的預期100年後 那這個不得了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也是這個溫度 然後這邊的話繼續的這個 現在在這裡 現在大概2,800 那這一個部分 有的人預測這樣 在這個不同的模式預測 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結果不管是到100年後 然後這個整個地球的話 那麼當然他還是有一些不確定 但是基本上我想應該有90% 90%主流的科學家是相信的 那等一下我會講說 那不相信的他們有什麼理論 那麼所以溫度的話會上升2到4度 所以這一個聯合國的這個國際的這個組織 他認為說CO2像高偶 和高偶跟他合作的 那個CO2必須維持在450dB 或者打災案將無法避免 好的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證監作業 他就是提供了這個證實 我們溫氏效應氣體大量增加的事實 然後再來就是確定地表的溫度 跟溫度的含量有這個正相關 然後人類使用化石人員 跟這個溫氏效應的氣體含量 也是有正相關 然後當然我們現在的科學家提出了 表面溫度平衡機制的一些理論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數據也提出了 所以這個危機 因為危機你不可能等到發生的時候再去處理 危機的時候是需要假設他有的 那當然就是有證據你必須要去處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主流非主流 大部分的科學家就是因為這個人為的因素 經濟的發展你化石人員用太多 那麼當然90%主要的科學家相信 那另外非主流就是指責他們為了爭取研究經費 誇張這個溫氏效應氣體 那另外還有就是主流科學家有時候政府 還有這個私有工事他們說沒有這麼嚴重 然後他們就懷疑就是為了這個他們的利益 有一些政府跟這個私有公司的利益 所以他們就會弱化這個危機 但是不管怎麼樣就是基本上太陽 事實上它有終極性大概約10年 但是這個10年的話並沒有辦法 我們南極的那個並沒有很大的這個相關 所以這個可能不是因為太陽的關係 當然太陽的輻射量還是不能完全避免 但是就是說基本上它認為就是 這個在靜然變動的方面有非能源的因素 或者是我們城市的溫度熱騰的效應 CO2來自海上然後地球這個以外熱騰的效應 或者是其他宇宙效應 那這些還是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認為就是 事實上這個CO2這個影響不是我們講的那麼大 但是90%是相信的 90%是相信的 那當然台灣因為大氣的溫度平衡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我要不斷地學習 我不見得講的都是對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經過這個分析 然後台灣當然就是也要減碳 也要減碳 我們不能夠坐在別人的後面 但是當然我們也要很務實 因為台灣98幾乎都是進口的 那要怎麼辦 那經濟又不能不發展 那怎麼樣做 那麼這些都是其實最後是一個選擇 一個選擇 那選擇不好的話 那個後代子孫就要pay the price 那高額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這個沒有當總統之後 他這個在這分得到多倍的獎 那麼這個的話 全世界目前已經有這一個63個國家 花了17億的600多億的台幣 17億的美元 然後去瞭解為什麼這個北極跟南極的冰猴 他會這樣子的聚變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剛剛所講的這個融化會造成沙漠化 然後這些浮冰破碎 北極熊連戰的地方都沒有 你看看如果他有一天變成這樣子的話 多可憐 他會有很多的 繼續的融化 最後就是死掉 吉馬拉雅像這個50年後的這一個 血可能會沒有 那麼當然用很多化石燃料 其實也很不好 也很不好 比如說那個中國太原燦煤 那麼你看看他的這個空氣品質這樣子 甚至聽說傳承傳輸到日本韓國甚至美國 但是那邊的人聽說很有錢 很多人開Benz最多的在大陸 但是這樣值得 那當然就是說用很多這些美 那麼大家知道這個沙塵暴 我們台北有時候有沙塵暴的時候 甚至白天你看看這個出外都要戴口罩 所以說基本上這些東西事實上是很嚴肅的 那這個是查德 它是全世界地幼大湖 地幼大湖 然後這是在1963年的時候 你看看現在1997才經過這個34年而已 那剩下原來的水 那個湖 世界上地幼大湖 剩下原來的10% 所以我們的環境確實在變遷 所以這是我們那個 那我們現在再很快的來談一下對策 那我們現在的對策 當然化石人員方面 我們就必須要怎麼樣去怎麼樣 怎麼樣節約人員 然後提高效率 那新的人員在開花 那我大概就是給幾個comment 那比如說像氫冷 氫冷 一些含料的媒介 但是很可惜的是氫它不是空氣 拿下來就可以用 氫你必須要去轉換 因為它存在水 存在碳氫化物 現在氫氣最重要的還是從天然氣 甲碗去用這個蒸氣重煮 主要的還是從這邊拿 但是甲碗本身就是一個對環境最友善的 因為它是一個碳四個氫 所以它是裡面含碳量最少的化石 然後它的熱質又有這個 汽油的8% 所以天然氣投力化電廠 它產生的這個CO2 它產生的就會比原來的 用中油就減少很多 那麼再生人員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要很長的時間 那再生人員的話 當然未來生物科技如果繼續發展 這個我想我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辦法一一的談 再生人員我談一下這個太陽 那生殖人的話我就很累了 因為生殖人的話 剛開始的時候幾年前就推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是認為就是說 就是說雞肉一公斤的話 它大概要吃大概兩三公斤的 這個2.5公斤的這個穀物 所以我們的穀物 事實上很多的糧食是為了 因為我們要吃夠 然後才去 那如果是豬肉的話 你可能要用到這個7公斤 5到7公斤的穀物 如果是牛肉的話 哇 7到10公斤 所以基本上我們種出來的穀物 不是我們能在吃的 是給那些動物 然後動物養出來的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 如果要了解這個的話 就看這個政府有的這一種 用心飲食 這個是很好吃 很好吃 那因為今天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所以我就大概是講一下 那我生殖人的話 現在就是說 你全世界已經有人在惡度體了 你還把它弄去 弄能酒精柴油 這個是against humanity 就是跟人性之為對 它是一個罪人 那當然就是說 也不是所有生殖人都是罪人 因為有很多稻草 或者是廢棄物 或者是這些污染物 或者是各社 那這些當然都是還要再利用 只是你不能把那個寶貴的糧食拿去 拿去做這個人魚 那所以生殖人我就不講了 那水利以風能 甚至第2海洋門可能也沒有很多時間前 當然水利的話 我們這個也 台灣也有相似月潭 出租建造 那已經用了這個日本時代是建造的 據說還要用到民國三百年吧 那這個是一個經典 那再來就是這個核人 核人這個 所以我就針對太陽人跟核人 那核人當然是很重要 就是說因為有核分類跟核 不產生物質基 但是它會有那個輻射會掉 以及格外的這個熱能 我們來看看這個蒸氣機1780 那時候就是煤成為燃料之光 後來內燃機這個石油就成為燃料之光 1860 未來如果我們運輸載具 能夠發展成功像燃料電子的話 但是燃料電子在十年前台灣或是全世界 其實它也不是就是說新的 200年來我們一直想發展電子技術 像鋰電子在 當然現在鋰電子可能比較適合的事情 在正早之前的話 我們政府是發了這個100億 100億在做這個鋰電子 結果就失敗 失敗 那當然現在這個聽說鋰鐵電子 那當然這種東西的話 一直就像這個 紫紫交換紋燃料電子 事實上在1965年 美國的雙子星計畫就已經有了 那這些東西繼續的再被燃發 就是我剛剛講的壽命跟成本的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有效的解決 雖然你在實驗室可以 但是你真正要產品化的時候 還有一段的距離 這張英文的我們就不看 這個也是英文的我們就不看 那個 這是燃料電子 這個燃料電子 各種不同的燃料電子 它的主要化學是一幾兩幾 燃料電子主要的都是化學環境 主要不一樣的電化學環境 就是電子在外面繞 繞出去發電 我們來運用 那這個是汽車內燃機 內燃機 這個是福特T1 然後當然這個是它的發展規程 未來的話現在我們已經有燃料電子 的話就是我們先從hybrid hybrid就是這個 也就是說我們有這個內燃機 然後再加上電動 這個先開始 然後未來的話 如果燃料電子能夠成功的話 那麼當然就是才能夠建立這個氫金劑 因為你要有載具要有用 像內燃機要發磨出來 石油才會變成燃料之狀 那更早之前的正氣機 煤才會變成燃料之狀 所以這些運輸的載具 必須要先發展出來 這些載具必須要有用 你才能夠有用 你才能夠大量生產 你才能夠建立這個經濟的規模 那這個是汽車的我就不過去 那當然新的燃燒直接的燃燒 因為清不含碳 所以它沒有CO2的問題 但是它還是在研究中 研究中 像IDM已經有氫引擎 但是這個基本上液態燃料的氫的話 它開500公里 但是那個儲存的專制也要改善 要不然的話 你可能放3天不開 它剩下一半 所以它會洩漏 那這個ROCKET 這個太空桌這個也有用到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 就是說氫金劑的話 它絕對不會是今天 然後這個我還剩下10分鐘 所以我們氫金劑的話 其實都是幾十年後的事情 它可能是二三十年後的事情 所以在這二三十年我們要做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我現在舉一例來講的話 巴拉它的股票 巴拉是加拿大的這個 這個做質子交換磨燃料電池最大的廠商 全世界最大的 它可以動到三百k瓦 三百k瓦其實對那個 我們中央發電廠這個大型的電廠 都是五百到一千萬 它才三百k瓦 不過基本上三百k瓦可以開車了 那麼它的股票現在 今天我check人家是四塊加幣 四塊加幣 就是我們說的水餃鬼 水餃鬼 這個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最大的尿鏈子公司 但是因為加拿大政府 美國政府還有很多汽車公司 他們制止它 所以它不會倒 它不會倒 因為它從1980年代就開始 它曾經標到在這個 這個伊拉克戰爭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標到這個一百多塊 最高的時候一百六十五加幣 然後到這個兩千零二元的時候 所以有人在發展燃料電池的時候 我常常就問他們 這個巴拉這個股票為什麼都還是各位數 那當然它有很多demo 所以有些時候當然要為未來滿一個機會 要為了 因為平糗 你政府什麼事情都不做 危機發生的時候 對不對 你要有那個搞不好可以 但是還是補助還是要拋磚努力 對不對 丟一塊磚頭下去 搞不好很多的金磚多了 要不然一直補助 最後也是沒辦法 所以這個是我們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怎麼樣變成那個 那現在我再講一下太陽人 太陽人是未來當然你問這個一百個 也一百個這個科學家 99個就是說未來 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最重要的人員來有可能就是太陽人 然後除了有一個這個 腦筋機管案的時候 是man power 是人理 那當然太陽人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利用它的光、熱、電 那這個很多也是很多年的研究 那葡萄牙或者是這些很多的這個研究在進行 然後有一些實力 但是它產生的這個 目前事實上還沒辦法去代替我們這個基載電力 電是沒辦法儲存的 這樣我們手機的電是可以 因為它很小 發電廠的電是沒辦法儲存的 那個很大量 日本現在那個我在研究一個最大的 全世界現在應該是一百萬Mbps 一百萬Mbps 它就是白天的時候 這個晚上的時候利用那個離充電力充電 白天就放電 然後所以它就是白天放電利用 然後晚上充電 但是這個電池的話 你把它儲存起來的話 它是會流失的 就好像是我們人的血液 我常常在個電廠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跟學生比喻的時候 就像好像是我們的心跳一樣 我們的血流量 我們如果睡覺的時候 心跳這個一百五十下的時候 你也睡不著 然後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等心跳要快 那電影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才發電影 然後當然它是蠻專業的 那個薄膜太陽戒指的話 這邊這個可能真的沒時間講 就是說效率一直隨著年代一直在提升 我們事實上在進步 是在進步 那這些政府提供的這個研究計畫 當然就是未來能的機會 未來能的機會 但是要投多少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像節約人員 燃料電子 輕人 或者是這個其他的研究 那這些配比要怎麼樣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學問 那但是台灣好像 就是比較喜歡做前瞻的 老師也沒有興趣去做不前瞻的 做不前瞻的好像是比較沒有那個 那風力發電的話 這個也是丹麥 現在風機市場全世界 這個德國 美國 丹麥 西班牙幾乎長動 那台灣現在也要發展風力 但是台灣面臨的困境是 我們這個夏天沒風 有颱風 夏天缺電 然後這個冬天 我們是有風 東北季風可以發電 但是我們冬天不缺電 當然你要蓋也可以 現在就是已經蓋 已經蓋 那這個是就是說一個挑戰 那我們也在研究一個 一樣的這個風力發電 但是這個其實台灣 這個並不大適合發展 這個真正要發展風力發電 是很困難的 但是基本上幾乎怎樣都很困難 只是說比較困難跟比較困難 那要怎麼策略 這個是未來要解決的 那當然有很好的就是說 你可以在世界上 像這個丹麥這些 你找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這個例子 然後他們用這個太陽光電 用風的結合 但是他們的人口還有他們的小 這個土地比較困難 他們可以 那不一定這些都可以適用在台灣 那核人的話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核分裂 那當然未來的很重要的一個人 就是核龍河 核龍河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兩種發生的 實際上發生的 一個就是太陽 它一個氫兩個氫跟一個重氫 然後一個重氫跟另外一個重氫 合起來變成海 這個就是緩慢的核龍河 釋放出我們現在的太陽的能量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地球的這個 Sermonuclear 就是氫氦 這個是這個HOT 這個是快速的 Ready Sermonuclear Exploration 那麼當然現在國際上 這個International這個計畫 Experimental Nuclear S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然後這個當然這個 這個美國 韓國 中國 華國 日本 這些國家投資的 在華國要建一個這個熱格 主要就是 當然這個可能在 也是跟清經濟一樣 搞不好比清經濟更久 可能到等世紀 當然如果有人 但你如果說 其實說五年 十年 五十年來沒有人知道了 所以為什麼打他們多問號是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在發展中 如果這個的話 那可能會解決我們大部分人員的問題 因為核龍河的話 核會要比較少 那麼核冷的話 基本上當然民眾會有這個憂慮 尤其是那個車洛湖 還有這個三里島 像另外一個很重要 如果台灣這邊應該是這個核冷的話 其實像日本 日本東京 那是上次有一個地震 所以他們那個七個反應路 這幾個月來 他們一直想要開 到現在還沒辦法開 所以東京電地的財務 也發生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他們就是要政府說 這是安全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還是有點疑慮 所以台灣如果這個核電廠 那個就是也慢慢偏速 因為地震是我們沒辦法控制的 所以其實這個實在是很重要的 我現在好像時間到了 所以我就做一個這個 要求半小時 我想我們這個孔夫子曾經說過 這個取締之財而結用之 然後結用水果木材 那循子天論 也就是說本荒而用奢子的詞 則天不能死之物 所以我們必須要節約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節約型的發展的社會 我們不能再一直發展 一直發展是浪費資源 然後去結果這個所謂橫行社會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樣開發去 節約資源降低能源消耗的綠色科技 我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歐洲 因為歐洲現在也扮演在在生裡面很重要的角色 那事實上在五百多年前 他們的祖先這個無利不信 那個時候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話是教宗 就是神在統治的宗教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定義 定義這個人文獨立來定義 你可以看到這個還沒有接觸 差那麼一點點 然後這個我想就沒辦法說 那麼主要就是在發現這個人 然後重新發現這個世界 以前的宗教的時候是一半50% 就是女孩子是不能唱聖詩的 所以只有男的可以唱 那這個改革了之後 認識的人獨立 所以我想我們年輕人還是 未來還是需要在教育上面 多給學生這個independence thinking 獨立思考 然後他才能夠最後學習到 然後他去決定 因為未來的世界我們也搞不清楚 在講實在話 所以因為我們一般的教育都是填壓式的 很難去訓練這種創造力 所以這個是 那人類的話這個是da vinci 這個我想就是 但是我們所有的生物 就由這六大元素所組成的 氧跟大就是我們的空氣 碳氫就是我們所謂的石油 然後加上各0.6%的零跟乳 90%的原子 所以說你要了解開始 就要從原子開始 那這個是綠色科技 目前在教育部執行的一個人產協議計畫 那麼最後我來解決這個重點 就是推動這個減碳運動 那很多的這個著名的物理學家 他預測50年後是太陽冷、核冷跟化石 這個各佔三分之一 當然這個是一個dream 一個理想 那麼宇宙它是適合生存的就是地球 所以我們要特別珍惜它 所以我們要從節約自然資源來這裡的開始 那最後就是說我想這一張就放在這邊好了 然後應該是中文的 那我想非常謝謝 然後我就Ready for the question 好 謝謝 謝謝師傅 現在請問各位聽眾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在提問之前呢 好 這邊有一位主辦 我先介紹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主辦的三位就是 我們主要阿姨貝勒動心 和那個奧林多洛斯報 楊副總貝利在這邊 那我們今天有一份禮物 大概這邊對不起 只有五份 要送給前面五位 他們這本書呢 應該剛好竊重今天講的講題 它說未來在發酵 告訴我們說 因為現在的科技跟環境的變遷 我們的政治經濟跟未來的人文 都往哪裡走 所以這本書是非常適合的音材料 所以我們現在就請那個施教授 幫我們回答 謝謝教育老師 我自己也有講題 陳鈺軒同學 你提了問題 是 殼人本為危險物質之一 為何可當作新人員 難道是安全的新人員嗎 那當然就是 其實其實那個 以前有一陣子是訪核 那這個人員的議題 因為是重性的 所以應該就是這樣子回答 就是說 基本上在本世紀 新的人員的產生 就是核人這個是創新的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1970年代 那個人員回擊的時候 美國這個告訴中東說 燒掉了 我就用核人 我不要用你核子 持有的 但是後來 女性的發生了 車肉病 跟那個三明大門車肉病 然後在 所以一陣子 這個1970年代 美國就不見那個核人電子 然後一直到最近 幕僅的時候 又開始這個 第四代的電子 他又見了 因為 他 因為他是世界大權 你這個資源不能夠 這個太複雜 小朋友還是不要 那再來就是 就是 對不起 有時候這個有點累了 講話那個 太好痛 對 有時候他也講話太多了 所以重點是說 你在考生他安不安全 對不對 然後這個廢料的處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因為你如果 他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 那個 就是 比較有 放射性 那因為他 有時候在設計的時候 他為了不讓你去做 炎子彈 或殼子彈 所以他就把他 這個 當然還有一些 可以其他處理的方式 但是就是因為 骨氣的特地 所以那些燃料棒 都要存在水質的 像殼一的話 據說已經滿了 然後 然後 當然這個 每個殼電廠 都是有四個機組 那我們 是做兩個機組 事實上 還有土地在做 還有土地在做 但是就是我剛剛講 那地震的因素要考慮進去 然後廢料就是 那個低階的 然後那個蘭嶼 差不多沿海 然後要到什麼北韓什麼 都好像最後都不行 所以這個是要先有解答 然後民眾疑慮 然後再去做的事情 所以 所以可能 很抱歉 這是沒有什麼 我是百分之兩百的安全 謝謝 謝謝 這邊 然後我放在後面 我應該加速 張君廷 在那裡 OK 目前太陽的板 是吸收利用太陽的熱能而已 還是也有吸收太陽的 那個什麼 光能 熱能只是就是光 光 然後這個它有P級N級 像我們現在薄膜電子 就是以細為單晶的多晶的這個電子 其實是最賺的 其實目前是便宜 那當然有三五組的 然後這個熱能的部分的話 是一個 然後這個電主要就是發電 但是這些量其實都不大 但是你可以放在我們的這個 所以你要很大的面積 你才能夠拉出一些比較大的電力 但是如果是自己家庭用的話 有的人就結合這個熱能 太陽熱能 然後熱水系統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它可以有一些 我剛剛講的電是 很大的電是 機載電力是根本是 基本上是不能儲存的 儲位是比較小的 所以你有一些儲存系統 晚上可以用 然後白天可以來 因為你沒有太陽就不能發電 所以是那個 這個是因為比較學術性的 我也不是做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基本上太陽光電的研究 我們學校有很多人在做 你有興趣我可以再介紹就是 像那個楊靜棠老師 他是我們現在國家的這個 他八月一號會到那個台灣大學 所以他現在是 他也有寫了一個太陽光電 因為我有興趣 我應該可以把那個給你 那你就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那個都在裡面 他現在在規劃的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人員辦公室 請正願寫的一個 陳烈如 兩個問題 你要問問題一還是問題二 問題二 OK 在全球糧荒的前景之下 請問生殖人的未來 有多少暫性 那個基本上石油 我先從石油開始 石油大概有一萬多種 以前叫做石頭油 大概可以治療病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化學藥品 很多都是從石油提供出的 所以你看看 從這個汽油 然後青柴油 然後對 然後最後這個瀝青 然後這些東西事實上 都跟那個 最後那個像洗衣服 這些都是石油的原料 所以化學藥品的人 很重要的就是他用生物科技 看能不能去從生殖 跟其他的替代 所以未來生殖人不會這樣消失 因為生殖人層面 不是說你只要 不要把糧食去做 大量的糧食 種植了很多 炮灰了很多水 有的人是沒有東西吃 然後你把那些 那其他還有其他的 像廢稻草 像我們這個就燒掉了 或者有很多澡氣 很多其他的可以利用 所以那個部分 還有就是我們的生物 一直在做這個 生殖人採青的動作 有一些細菌 有一些菌株 然後你能夠這個培育 就是 就是葡萄行各方面的 然後連接起來 殘酒精 又不是糧食的這個 那像我們的廚餘 有一些廢油 那你再去用 那這個是OK的 這是很重要的 也要做的 因為我們最後1% 2%都要省 0.1%也要省 最後是這樣子 好 謝謝 那這個施錦雲 是 第一個 未來的碳交易 是否可以減款 這個溫室消炎氣體 碳交易 所以我有上網去查了一下 這個 他這個 有人喊到400塊一噸 美金 歐洲的話大概是25塊 那當然現在歐洲已經有這個碳交易 就是哈佛波塔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是 當然是會就是說 其實最後他會不會減款 我不知道 因為你基本上 你等於就是說 我付錢給你 然後比如說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 他沒有人 那我就在你那邊建草 然後來提供我所需要的物質 然後再運回我的國家 那這邊的最後 就整體的 不見得會有監管 他只是就是說 你使用者附會這樣子 至少會抑制嗎 至少會抑制嗎 整體來講的話 很難 但是就是這樣子 就是達到貧窮國家 他就不要去砍樹 或者是怎樣 然後你有這些規定 其實整體來講應該是 應該是 我不曉得了 我真的不曉得 就是說最後 因為他整經濟模式一直在帥 但是 算不準不會殺死 但是就是 決策者需要這些 但是就是說 再發展 再研究這樣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Sorry 楊提良 看見阿金 人力是用不完的 是否可將每個人每天的活動動能 利用轉換器轉成電能 或將每個人的心跳動 能分分秒秒接個轉成電能來利用 真的有人這樣子做 真的有人這樣子做 就是說他做了一個機器的那個 然後他在走路的時候 他就會發電 但是這個電很小 很小 搞不好手機這個可以用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有更大的 但是這個要發明 要發明 這個卡車那個電就會比較大 卡車在煞車的時候 那你可以用這個機器轉 因為煞車它的動能很大 就是說它阻力 它就可以去充電 它可以充電 那這也是節能 這也是節能 這個也是 那怎麼是落實到現在的這個產業體系 那心跳的話 心跳的話 我跟你講 只有快死的人 心跳才會是定常 就是噔噔 心跳都是不正常 都是不會很穩定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很用力在講話 站在這邊 纏著 我的心跳要加速 對 或者是在煤里面前 這個心跳加速 所以心跳這個 這個它不正常 然後它不會說是噔噔這樣 它會隨著你的這個運動 它就會加速 它你在睡覺 它就會減速 所以它是一直就在 就在那個 當然會如果 該跳慢的時候 你跳快 那就心力不正 所以這個是更難 這個是很難 你要把它轉成電力的話 我不知道這樣回答 你這個 還是你有更好的解答 沒有我在想說 六十億人口的話 那心靈改革 心靈改革 心電感應 這邊有 喬治安理工學院醫師 科學家團隊 已經順利研究出一種 耐體纖維物料 能量來源是動作產生之能量 那有招一致它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電能 它可以從生活 振動或人類心跳 汲取我們所浪費的能量 那這些纖維上面 附有對對的能化心那一切 一聞它就會產生電流 它知道電很小 不知道可以用作什麼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氧化心對於水能能感 所以這個 製成英文就是多審 對 臭死了 臭死了 那報紙 報紙上有時候都是像 有的人用微波技術 太陽冷 然後把那個在外面弄太陽管 然後把那個傳回來 那個都有 這個不是很新的 那氧化心基本上 這個你知道心遇到水 然後它就會變氧化心 然後這個也是太陽光電 很重要產生的技術 在發展中 以色列還有很多其他國家 所以它現在用太陽光冷 去聚焦到一個塔 然後裡面它用這個 產生這個心 把氧化心跟這個加一些碳 然後溫度能夠降低 降低也要到1200度星 然後它產生這個心就變成是 這個固體的 它好運送 OK 然後它就是 比如說運到一個加氫站 以後如果你是燃料電子 你要加氫嗎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就把這個 心丟到水裡面 它就會產氫 產氫 那剩下其氧 剩下氫 水不是H2O嗎 然後加上氫 不就變成這個氧化心嗎 加上H2嗎 然後再把氧化心這個固體 再回收 再回去那個塔 再用 所以這個是 當然現在還是成本壽命 這些問題 這些都在發展中 都在發展中 我們聽聽然後看看 台灣也不能什麼都講 大概是這樣 很好 謝謝你 幫我這個提出 所以有這個東西來了 楊書函 哈囉 避震未來人預測嗎 是否可成為人緣的來源 很好啊 就是我記得那個 我最早聽到那個田昌禮 他也是美國公眾院院士 然後他去世很不幸的 那個他曾經當過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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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有一個idea 他就說 為什麼我們不用一個 那個 因為火山爆發嘛 對不對 地震 對不對 我們的地殼 剛剛地球已經給你看過 我們地寒 不過你想想看 我們 就淋到 現在的死有大概刮到五公里而已 五公里 那地殼大概 西馬拉雅山有八 八公里多 對不對 所以下面沒有了嘛 我也不曉得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那個再下去65公里下去的那個上壁 這個有2900快3000公里 然後再接近那個岩漿的部分 其實那很長 所以它就是說有熱管 熱管就是你下去的時候熱就船上來了 那如果我們能夠真正3000公里到地球去的話 把那些熱出來的話 然後Steam的話 那壁熱類似這樣 所以這些都有人提過 但是這個目前還沒辦法 然後地震的預測的話 因為它的板塊還有就是說我們的這個Megmar Chamber 就是說我們地球的岩漿 這個地球科學在研究 還在研究 所以它基本上為什麼那麼不能預測 是因為這個有這個原因 所以我想你要把地震 他說等於這個300顆廣島原子彈 對啊 當然就是很好啊 能夠把它變成病 所以你可以繼續想 繼續想 那像有的人說 如果這個風機啊 然後動到颱風去 它就產電了 然後看用什麼技術微波下來 都有人體驗 但是這個這個目前還沒辦法 目前還沒辦法 就我所知 那麼劉儀 你已經過去了 是不是 劉儀 就是說石油當然是 我剛剛講的是那個清田的石油 就是油含量極低的 你可以提煉很多的這個汽油 這個快沒有 這個快沒有 這個40年以內 那能夠取代的話 當然太陽能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那河人似乎好像也不能夠 因為海水事實上有種氫嘛 所以它這個那個可以用很久 但是問題是核融核喔 我不曉得 有人跟我講是50年 有人跟我講100年 短刺激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只要是其實 50年後面的事情 很多都是不知道 很多不知道 所以我大概講的就是 我們要朝這個太陽能 跟這個 這個 假設核冷好像也不得服用一些 對不對 那最重要的節約人 像以前的話 我們這個一瓶水 有時候你買那個教堂的水的話 可能是600CC 就30塊 20塊 那一公升的話 就是1000CC嘛 對不對 那可能就是 所以現在 以前的汽油的錢 比水還便宜 現在是大概是 這個水 然後甚至比較貴一點 所以這些東西 會越來越貴 那我們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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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愛惜 我們要描述 資源就要 好 中文均 是 氫蘭料是利用其燃燒 而爆炸 產生能量 如果是 如何利用其燃燃 能量 氫蘭料的話 這個 它可以安靜的在燃料電池 然後產生電化學軟練 來發電 但是這個Scale比較小 它也可以爆炸性的在內燃機裡面 產生這個 像開工說這個液態燃料 那當然它這個很大的推力 所以看應用 所以它基本上氫燃燒的利用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氫基本上是蠻危險的 因為它很容易燃 然後它這個Diffusion很快 而且它的火焰是看不到 因為我就是做氫燃燒 所以有些人這個不是 因為氫的話 我學生曾經這個然後不小心就把我那個 石一玻璃這麼厚的就打碎掉 還好它沒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燃料電子的話 所以未來的氫氫劑這個氫的安全其實也是一個考量 但是這個是在適當的使用上面 因為你在工廠已經清理說它是很好的環聯機 然後它也用在很多司機 它也用在很多其他的方面 像半導體 但是那個量不大 炒量不大 所以在工廠當然它們都有很好的安全措施 但是在一般的社會大眾的時候 你都會弄得很清楚 所以你要大量的使用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還有一段 像日本做的成功 它的燃料電子就是小血管 它就給你一些材料 小學生就開始接觸這個 它弄料可以發 電套可以量 所以它組裝 它技術的人也教它 小學生都會 那這樣子它長大之後 它就對新的東西 它們就很容易接觸 就不會就是很排斥這樣 那所以如何利用其他人 我大概這樣講可以 好 謝謝 好 那個黃麗 還是 都是同學 兩個問題 他是老師 喔 老師 第一個 OK 黃間有固態氫的這個新興的燃業 並號稱即將量產 固態氫是真的有這種投資線型嗎 固態氫因為 那個氫有液態氫 那當然你在轉換 從氣態轉換的液態氫 你就損失掉將近40%的人員 所以熱力學第一定例告訴我們 就是說 人員第一定例就是人員要守的 You cannot win 你不會贏的 你不可能超過那個人員的 第二定例更糟糕就是 You cannot even get even 因為有些人員你用不掉 你要即使要打平說 我用這麼多啊 也沒辦法 所以轉來轉去的都是最後會所吃 那除非它用掉了某一部分不要了 那固態氫主要就是這個 Metro-Hein 這個是儲氫的一個材料 它質量 其實儲氫當然也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載具沒有發展成功 汽車的這個 燃料電子汽車沒有的話 那你儲在那邊幹嘛 儲那麼多幹嘛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儲在金屬 有些金屬的話 它可以這個 當然我們現在在做的這個 我好像知道這個什麼樣 但事實上也不是了 所以我可能會說錯了 那個就是說 你在奈米 像在奈米科技 所以說你的儲氫爐裡面 你的這個這個間接 一般就是儲氫 你要像你說的這個固態氫 我想可能是這個 就是說它這個 這個Champer design 奈米這個Champer 它有一些觸媒 它可以抓清這個化學建範牆 可以吸附比較多的氫 這個是因為那要不然的話 現在的一般的就是1.6%的殖量的氫 就是假設你一大公斤 你只有多少 只有1.6公斤的氫在裡面 一下就用光了 那所以說這個化學建範很強 它可以這個抓比較多的氫 但是問題是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希望它趕快放出來 你抓的越強了它放的越慢 然後或者是你要加溫 它又不使用 現在就是要就是 你這個cycle要快 你要放出來的快 好 那這個設計 還在努力中 有一個好沒有良好 然後要良好的 還在努力中 大概一下 因為你已經看到 我們有一個問題 然後它生生中有過 然後也有說什麼 所以已經沒有了 然後 有有有有 像我們台灣也有做那個除氫化 那個基本上是有這個東西 但是問題是看你什麼用途 如果我在研究的話 然後那個也蠻貴 然後它在recharge 然後但是那個氫的量都很少 你假設我是 我是汽車 我要 一般的汽車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這個 加一桶油我們可以開五百公里 那現在只有那個就是 輕引擎的汽車用 然後但是這是demo 它是用液態除氫光 它是把它液化 因為氣體的話 你用那個鋼鐵糖 或是什麼 像那一下就用光了 一下就用光了 你不用辦法開五百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你在報章雜誌上看的 有時候它要寫的 比較吸引 微點茶 或者是什麼 那其實都有很多問題 實驗室可以做 不代表就是說 你有這個產品 或者是 通常燃料電子 你要買的話 這個1k瓦的 或3k瓦的 你通常就是說保護期 你當你要要求它保護期印文的時候 那個price都要撐10倍以上 搞不好它還沒辦法賣 那你如果買斷 反正好像在我們在撿一桶一樣 撿到一個好的是你的信用 撿到爛的那是你倒楣 那這個它可以賣 這個它可以賣 但是如果它要保護 那就要想清楚 所以為什麼股票是有原因的 林申群是不是 林申群 林申群 2008 5月份科學人雜誌 今天他提到的是膝蓋裝 跟機器 對對 剛剛我提到了 對不對 這個可行性有多高 充手機的電可以呢 對 因為現在可能那個 總部聯合提出來 很多年輕人不是不停在換手機嗎 跟它的充電器 那個坐機呢不能相容 所以家裡就一大堆的設施 對啊 那如果這個是可行 機少乘多耶 對台灣 好吧 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用手機 每個人走路走一走 然後就是產電 一般手機的話 米電子 像這個中國可能充400字 我們台灣500字 假設日本600字 我的意思說它有壽命 你可能就是一年兩年 你看你怎麼使用 你可能用兩年 然後那個丟到哪裡去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像歐洲的話 現在這個 他們前端製造 後端這個垃圾出 都要互於廠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當然那個膝蓋 那個如果 但是就是說它的可行性怎麼樣 我不是很清楚 只是就有看過報導 通常在雜誌上看到 或者是 雜誌可能比較專業 稍微一點 那報紙有時候 就看你看這樣 可是你說我會很質疑 他是不是就 開展戴那個 那個 然後像剛才 有一位同學他談到的 那種呢 紡織可以產業 那是中國時報 也是呢 他是比較專業的 那個記者寫出來 哈哈哈哈 那我看的是中國時報 因為那個資料也非常非常多 對啊 但是你穿的衣服 你手甩一甩是坎片 雖然少 但他可以讓你頂MV3啊 你可以用在手機上嗎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但是這個 看在座有沒有人這樣理解 哇這個林琦仙 我要每一個都 還是說我自己抽一抽 沒有 哈哈哈哈 林琦仙在哪裡 我應該就是 給他們他們問 不然我還要練一次 這個很累 主流價值 你要不要練 因為我這個 要追求經濟發展 生活舒適分辨人 勢必要使用資源 越文明似乎越需要 使用資源 甚至浪費資源 一般百姓應如何做 然後再來是 人口固然是問題之一 但不可改變的事實 是不是 政府先告訴大家 人員政策結論政治 其實那個人員級的結論 也是有在網站上面很多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我們怎麼樣節約的意思 對不對 那人口的方面就是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少子化 所以未來的話 可能這個 這個 兩個人工作養活一個 那大家都有問題 所以 我們這個在座年輕的 這個 我們應該 兩個 至少 當然這個生物還是 當然有些經濟的因素 但是這個 Parenting 就是做物 其實是一個人生的一個成長 那 你這邊 是不是就是說 節人政策為何 像我們盡量走樓梯 不要那個 電燈 不要走 不要搭電梯 或者是我們開車的時候 我們在每小時90公里下 不要去超過90公里的話 其實是比較省人的 那個節省器 有非常多的這些 我想 像飲食方面 我剛剛講的 盡量吃素食 如果不要吃肉 當然還是吃肉 因為那些肉的 你看那個什麼 看那一本那個用心飲食 那個 金箍的 真果的 它裡面當然那個 idea 不錯 像我自己現在看的那本書之後 我跟我太太在我們陽台去送那個 就是先培養堆肥 然後 泥土 然後自己種菜 然後好高興 種了一個黑菜 或者是剛開始的 沒有 然後就收割嘛對不對 結果只能夠 這個 這個很少很少 但是很好吃 很好吃 那當然就是 就是 這些老台我想生活的那個 集聚 有很多例子 好 好 那那個 呃 呃 呃 你練嗎 我保證 來自復興高中的李雲蒂老師 他提出來是 目前能源價 目前能源價日高 其實不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種節能方法 如果開發新能源 天曉得會不會誘惑200年後 發現他們產量新的問題 請教徐教授 一句 這位李小姐是在哪裡 李老師 對對對 新科技 我同意你們的看法 就是新科技 有時候我們在開發 或者是在推動的時候 都只看到好 因為它是好像類似舊事局 然後像何人 那那最後發現 都伴隨了一些問題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說 人還是經濟的動力 有些時候你沒辦法 你雖然就是說 我就是要用比較乾淨的人 我願意比較付比較多的錢 但是就是說這個也有時候我想 人生喔 我大概因為這個是有點哲學的 這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但是就是說 基本上人生是矛盾 然後也是無常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幽默 對不對 這三個特質 所以也不用就是說 你可能服務用200年 可能100年後 或是10年後發現這個有問題 但是就是說 在取代的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要努力 因為不可能去制止這個年輕人 他追求一個正常 或者是一個舒適生活的 一個渴望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了難的問題 全世界的 我剛剛說過有25億的人 他是過著沒有電的生命 這批人如果希望 能夠過世界平均依舊 那就有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整個生活型態 要去做改變 如果我們就是說 不要只看到自己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個地球 看到整個人類 那有一些不需要用這麼多 你幹嘛用這麼多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 像電子 電子 像我們學校有一萬四千多台電子 然後晚上的時候 很多學生都不關 那就回家了 這些電子 其實這個 那個雖然小 雞拍網 但是一萬多台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節約人員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江北平代理校長 所以我實驗室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美台有查 不過他們說有 他們說有 所以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們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要旁邊 小小小小的 那個子 然後我們可以說 請大家